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上的湖 因为很大 所以我们看那些 有些湖大到你不知道是海 上面有一座岛 叫米金哥岛 米金哥岛 它有多大呢 它是一个标准足球场的一半 那么长一刻 真的很小 亦都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不是城寨 城寨是人口密度最高 但是绝对不够这个 只有半个足球场 这么大 住了一千多人 好了 这个米金哥岛呢 严格来说它不是一个岛 它是一个水面凸出来的一个岩石 就是招来的 招来的 招其实不能够谈得到的 但是一个是 都有些国界争议的 就... 唉 这样不要说了 我们卫大祖国的 真是不要说 好了 它是不够半个足球场这么大 但上面是鋪滿著很多鐵皮屋 而環繞它周圍是超過2.3萬平方英里 是很大的湖,就是 Lake Victoria 就好像,一會兒我們看照片 因為上面都是鐵皮屋 就好像有隻鐵皮烏龜在水面上凸起 而那裏有很多不同的角色的人在 雖然有領土爭端 但是他們也會有生意上的競爭 但是那些人很奇怪,很和平,很和睦相處 那究竟是甚麼事呢? 一切開始在大約80年代 80年代尾 當時 有人 露了風出來有報道 說這個 米金郭島 上面的漁民一天的收入 就等於非洲大陸的漁民 普通人 三四個月的收入 一天 等於你三四個月 固然是這樣 於是當然那些人就蜂擁 也不需要問你 米金郭島做甚麼 就是湧進去 那麼 米金郭島究竟在哪裏呢? 是在肯亞和烏干達之間 為甚麼會這樣飽呢? 因為盛產了尼羅河的鱸魚 好了 因為有利益 究竟這個 阿阿阿阿阿阿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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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1991年,那個島還沒有像現在一樣 還是有雜草混雜,有蛇,有鳥 但是你沒有爭議,由自可傳出去,開始有爭議 為什麼有一段時間沒有人來呢? 因為有爭議,大家不知道在哪裡 那些人不是很零星地去,還是雜草重生 但是到90年代,不是了 烏干大的警察,你不理你了,在搭營 你不理你了,你也在搭營,你也在搭營 你也在搭營,你也在搭營,你也在搭營 你擺旗,我就擺旗,一定是這樣的 甚至乎是升國旗,所以 那時候開始,他們就越來越多人,又不是鼓勵 有些不同地方的人,譬如是阿華、烏干達的人來住 烏干達,因為是去的地方,有國民來住 由於利落河的奴隕市場,不斷激增 如果現在來說,他們每年的出口已經超過千萬美金 在我來說,不是什麼 但是這些非洲地方可能是很厲害的 所以米金光島的人口越來越多 主權仍然是繼續有爭議的 但是根據半島電視台的報道,肯亞的漁民 如果搭船到這個島,就用兩個小時 而烏干達的漁民,就搭20個小時 其實只看到這裏,已經可以爭爭結束了 因為其實你去量度,他距離烏干達,肯亞的領土 好像是幾公里 幾海里,很近 但是問題就是 深水鱷魚,很混亂 他產鱷呢 他產鱷呢 就產在肯亞的海岸 但是產完鱷呢 他就由烏干達的海域生活 於是他們就爭辯了 他們捉魚呢 就說我在這裏捉的 他就說你老母 那我就去烏干達 但是他在我這裏產鱷 而我島又近我這裏 其實也很大爭拗 好了,結果 畢竟是鱷魚,你不是石油 那烏干達和肯亞呢 就達成協議 說不要打架 他說兩國漁民都可以在那裏捉魚 所以 那其實呢 聯合國委員 和Google地圖 都提供了一些證據 其實米金港島 是真的在 肯亞 境內 其實不是幾海里 是510米而已 是境內 所以 但是肯亞可能 誒無謂啦 那你捉魚 難道真的打架 你以為菲律賓嗎 好了 好了 自此 雖然說尼諾河這個鱷魚 在肯亞路產鱷 越來越多人 就去米金港島 而慢慢慢慢 不算是去兩個國家 什麼國安國 尼日爾 尼日尼亞 什麼非洲人 都會去那裏捉魚 中國沒有 好了 這一個曾經被譽為 非洲追砌營戰爭的地方 也很幸運 就是 Efficace Smaller's War 也沒有發生過 真的有些衝突 好了 2009年 米金港島人數 2009年 增加了130人 現在 是1000人 成為全地球上 最擠迫的小島 你想想 半個球場 建好這麼多屋 住1000人 在那裏 好了 在一個小島上 當然意味著 你們要包容 其實我們看那些文章 訪問他們 他們很多時候 不同國家 有坦桑尼亞 都說 這裡反而是他們最好的朋友 所有街坊都認識的 很大爭議 是國家的事 但是 他們在這裏小島生存 他們就自己這班人 做了一些規矩 你不能夠說是法律 是規矩 大家都不要 破壞那些規矩 於是他們就說 我們都是非洲人 我們都是劉曉波 我們都是非洲人 所以 他們覺得是可以的 米金哥島的人 大部分都很有創業精神 老實說 你這樣走你的島路 去捉魚 找食物都不知道是否找到 因為距離的關係 好像我看過訪問裡面 有一個Edison Omar的人 他說由路途遙遠 每年只能回到家 一次至兩次 頂龍 所以他們在這裏 一定要互相照顧 他說 因為他們有創業精神 所以只要有錢賺的 就會有人開 現在一個這樣的島裏 竟然有超市 當然有 真的有人運貨 真的有成千層生意 有藥房 有酒吧 有臨時賭場 有理髮店 還有妓院 是有幫忙的 甚至乎有一些叫漁民秤 專門用來交手 用來秤 都是生意做的 據說 這裏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意 除了捉魚之外 一個叫Daniel Daniel Daniel 奧巴哈 不是奧巴馬 奧巴哈 就在米金哥島 竟然是一間理髮店 以及一間手機充電站 他說 這裏的客人 不止黎尺肯瓦 還有烏關達 還有坦桑尼亞 需要很多生意 我現在賺錢 比非洲大陸更多 而且最主要是 不用簽證 基本上你來到就可以了 所以什麼種族都有 大部分其實他們都是捉魚 他們上面有烏關達警察 還有坑尼亞警察 他們就給一些魚鑊 給警察做保護費 好了 其實公司是容許他們去收這些魚鑊 保護他們的國民 免受海盜的襲擊 除此之外 他們會有什麼 他們最主要是一間 其實真的很貴 我覺得最貴的 最貴的 最獲利多是一間租船公司 他們通過租船給一些漁民 他們收多少 是十分之八的漁獲 整班人捉到魚回來 十分之八是給船公司 老實說是船貴的 他們就拿了十分之二的漁獲 然後又給一些保護費 但是都是給他們在家鄉賺了很多錢的 由於他們仍然有分歧 現在的領土 但是 兩個政府都仍然在刮船 希望可以釐清一些事情 但是你們說你們要釐清 而是 最重要的是 那些漁民和生活的人 就會覺得 如果你釐清了 反而很多人生活不了 釐清了是肯硬的 就是肯硬的 是不是可以這樣 現在好像城寨一樣 有自己規矩 非洲城寨 是啊 真的很愛的 大家先看看照片 你不知道 也想不到這樣的地方 你看 大家可以回答 還不是全部 全都搞在一起 你半個球場 很小 你上面又沒有工作 是啊 再去 是湖 這裡看大一點 其實是搬個球場 裡面的路不停走來走 就是城寨一樣 進了屋 好 再去 駛他們是岸邊 主要是暴雨 你問媽媽 如果不出海溝流流 你真的 你說那些紀律那裡 真的很好 做雞 再去 他們對外的交通 這些船 我只想是近海 就是近河 不可以出得遠 再去 就是這些 利落河奴雨 正 不知什麼樣子的雨 古靈精怪 好 再去 這一個 不知道這些是不是妓女 哇 這些是妓女 原來是 你有他們 這個是他們經營的 是不是超級市場 剛才說的那間 酒吧 是的 酒吧 這個就是剛才說 經營超級市場 和手機充電站 那個 那個 其實是女人 是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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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她酒女人頭髮 那你說 我都很覺得 是會 不斷搞事 真的 不是做什麼 喝完酒搞事 城寨 有沒有想 沒有 今晚看播 OK 明天有時間上來買東西 好 拜拜